男人发现妻子在自己的水杯里下了毒 可为是一碗毒啸已经发作 他艰难地捂住肚子试图走出去 为了不让妻子的阴谋得逞 坚决地来到阳台上 而妻子在背后紧追不舍 疯狂地对他咆哮 还试图寻求他的原谅 丈夫对此感到讽刺 随后纵身跳了下去 这一幕完全出乎妻子的意料 他颤抖着身体向前走去 可当看到丈夫毫无生气地躺在地上时 他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然后他心满意足地拿出一个皮箱 从中取出了丈夫的电脑 这操作显然是预谋已久 他自信地开始输入密码 让他意外的是 云盘需要双重认证 不仅需要丈夫的账号密码 还需要他本人的人脸识别 女人立马慌了 他急匆匆地跑到阳台上 然而 当他看到已经离世的丈夫时 发现他的脸部已经模糊不清 这才意识到丈夫临死前察觉出了他的目的 摆了他一道 但女人并没有善罢甘休 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将丈夫的意外告诉了好友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自责和对爱人的思念 还谎称两人因感情破裂导致的争吵 没想到丈夫情绪失控跳下去 女人会声会色地描述着 见好友完全信了他的鬼话时 他便开始实施计划 向好友提出要求 希望他能帮自己做出一个丈夫的模型 好友被女人的表演所打动 他答应帮助他制作丈夫的模型 而女人之所以找好友 是因为他是著名的模具艺术家 擅长制作人物肖像 在女人表达着对丈夫的思念时 他突然听到身后似乎传来了一些声音 但他观察了很久也没有发现异常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一双眼睛正在窥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个女孩叫扎莉 是好友最近才说的徒弟 当他看到女人离开后 他意味深长地提醒好友 表示无论女人表现得多么可怜 都不要相信他说的一切 因为查理有特殊的能力 一旦有人说谎 他的眼睛就会不由自主地跳动 然而 好友并没有在意查理的好心提醒 因为他能感受到女人的悲伤 无论他是否说谎 对他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 接着 好友全心全意地开始制作模型 因为他们三人曾是最好的朋友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女人伤心 在查理不断地询问下 好友也讲出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 原来三十年前 他们合伙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 在拍摄一段水下美人鱼的镜头时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在演员手上安装了一个报警装置 只要红灯亮起就会把演员拽上来 然而 因为好友对效果不满意 在反复拍摄了三十次后 意外也在这时发生了 女演员一动不动地死在水中 为此好友一直活在自责里 认为是自己的错导致了这个意外 于是他退出了公司 并将所有股份赠送给了好友夫妇 自此 他开始隐居在山林 以制作模型道具为生 扎厉第一次听他讲起往事 只能不断地安慰好友 让他试着走出自责的阴影 很快 好友的头像就制作完成了 女人缓缓地打开箱子 将丈夫一比一的头像放在桌上 然后再次打开电脑 在输入完账号和密码后 他又将电脑转过来 将摄像头对准了模型 果然 云盘被成功解锁 女人欣喜若狂地向丈夫表示感谢 然后经过熟练的操作 他终于找到了想要删除的内容 完事后 女人心满意足地打电话给公司 要求他们找出视频编号一致的胶片 火速送到他这里来 这些胶片已经被好友拿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 女人也不再淡定 就在他准备发飙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好友已经出现在门口 女人看着面前冰冷的模型 气冲冲地关上了电脑 然后心怀不安地过去开门 在此之前 好友因为对查理袒露了心声 心底的那份记忆也再次被勾起 他鼓足勇气拿起电话 拨打给公司仓库的保管员 希望能再次看看演员出示那天所拍摄的录像 尽管这违反了公司的规定 但看在四十多年的交情上 管理员还是亲自带着胶片送了过来 好友小心地装好胶片 当那段他一直不敢面对的画面 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时 他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四十年前 然而 当他看到最后一盘胶带时 他突然发现鱼缸旁边亮起的红灯 似乎被某个人关掉了 好友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不停地重复观看 但越看越让他感到毛骨悚然 好友颤抖地拿起放大镜 这才看清关灯的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一直信任的女人 这也就说名女演员当时是发出了求救信息 但是被关闭才导致没能及时发现 好友曾将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 没想到竟是好友亲手造成的 为此 他找到了女人 希望能听到他的解释 女人也感到了懊悔 表示自己原以为女演员是在耍大牌 故意刁难他们拖延时间 而且大家为了这部电影 已经花光了所有继续 多耽误一秒都是在浪费金钱 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公司 但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女人一直强调这只是场意外 好友并没有表态 他拿出了胶片询问女人 他的丈夫是不是也看到了上面的内容 女人却答非所问 一再强调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 还表示一直是自己在为他们俩干脏活 好友不再追问 拿着胶片向火堆扔去 女人见状暗自松了口气 向好友表示感谢 同时希望丈夫能够原谅自己 好友也似乎明白了一切 默默地离开了别墅 然而 就当女人认为一切都已经结束时 他突然发现了胶片的异常 他小心翼翼地用木棍挑起 竟发现好友对胶片做了手脚 那段能证明他杀人的证据 早被好友从中间剪断 另一边 好友在回去的路上 突然感到眼前一阵模糊 但他仍然凭借惊人的意志力 成功将车子开回到了木屋 可当查理发现时 好友早已停止了呼吸 第二天 女人也听到了好友离世的消息 但他丝毫没有感到难过 随即开始对他留下的家产打起外心思 他认为公司一直在出资支持好友的创作 因此理应有权利占有他的工作室 当他从律师这得到了肯定后 开始迫不及待地想要查看好友的收藏 可就在这时 女人神情巨变 他惊恐地发现查理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别墅门外 女人紧张地走出房间 扎利也瞬间变出一脸笑容 由于好友生前最后来过的地方就是这里 扎利很自然地怀疑起了女人 但女人丝毫没有表现出慌张 反而大方帝邀请他进屋 扎利想知道昨晚两人都说了什么 但女人并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表示对好友的心脏病感到遗憾 临别前还感谢查理和好友为他丈夫所做的一切 查理的眼睛不断跳动 他断定女人刚刚所说的都是谎话 两人的死也一定与他有关 但查理没有明确指出 只是告别了女人 然后匆匆回到了工作室 他没想到保管员竟然在那里等待着他 查理没有隐瞒 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保管员 他断定女人一定在说谎 两人的死肯定和女人脱不了干系 但这只是他的感觉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与此同时 保管员告诉查理 好友拿走的几卷胶片 正是女人昨天想找的 她今天前来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件事情 这话立马提醒了扎理 或许答案就在这里 然而两人找了许久 都找不到原始胶片的下落 就在这时 背后突然传来声响 两人发现女人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不安 她叫来了庞大的搬家公司 查理在一旁观察 她明白女人同样是为了胶片 突然 她在一座雕像的身上 发现了被缠绕在一起的胶卷 而在昨天之前 她肯定上面是没有的 女人一边畅想着未来 一边将收来的胶卷全部烧掉 为了不引起外人怀疑 她还特意为好友举办了一场艺术品展览 这时 查理假扮成雕像 偷偷地混进了会场 但这么大的目标还是被人发现了 扎理被保安逮了出去 她只能再次找到保管员 在她的带领下 两人从员工通道潜入了会场 此时的女人正在台上充满激情的演讲 而背后的大屏幕上 突然播放起当年的那段视频 里面正是她关闭灯光谋杀女演员的画面 女人惊恐地离开舞台 由于她自己心里有鬼 脑海中不断产生着幻觉 甚至连丈夫的雕像也在下一秒变成了真人 她一路追上丈夫 当看到她再次跳下去的瞬间 女人也彻底崩溃了 她在恍惚间也跟着一起跳了下去 当扎理追了过来后 只看到了她冰冷的尸体 老头目睹娇妻和别的男人在水里打闹 但她并没有选择当场揭穿 然而当她走进酒店房间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狼藉 特得差点心机梗塞 此时妻子还全然不知情 根本没有料到丈夫会提前下班 直到太阳落山 女人才匆忙地赶回家 当她看到丈夫的瞬间 感到非常吃惊 她紧张地给特得一个拥抱 并询问她为何提前回来 丈夫并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询问她去了哪里 见妻子依然满嘴谎言 特得却还是试图挽回 就当妻子想要逃避时 特得突然捅破了窗户纸 她坚定地掏出手枪 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 枪声惊动了外面的工人 对方赶忙过来敲门询问情况 但特得对着窗户连开了几个 工人被吓得疯狂逃窜 随后 特得又再次向天空开了一枪 还移动了妻子的尸体 擦拭掉弹壳的痕迹 接着又丢在了地上 脱下自己的衣服将其烧毁 最后用开水清洗掉犯罪的证据 然而完成这一切后 特得并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等待警察的到来 或者说 他在等一个人 很快 警方接到了报警 包围了别墅 特得淡定地拿起手机 要求与一个名叫罗布的谈判员 进来谈判 此时的罗布感到十分困惑 毕竟他并不是警察官员 而且与特得没有过交集 为了保证谈判的愉快进行 双方都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其实罗布就是和妻子细水的男人 但他根本不认识特得 更不知道这别墅里的女主人是谁 罗布朝房间望去 直到看到墙上的照片 才意识到特得的妻子是谁 他急忙跑向女人 发现他还有呼吸 但特得此时拿起了手枪 罗布察觉到背后的杀影 他连忙打掉了手枪 然后将特得扑倒 在外蹲守的警察们也上前协助 成功制服了嫌疑人 警方立即对妻子进行抢救 并将他送往医院 罗布眼中充满了恨意 而特得则坐在警车里 对他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随后 警方在现场收集了足够的证据 罗布发誓不会让特得逃脱法律的制裁 他找到了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威利 递交了特得的认罪书 同时向威利详细描述了案发现场的情况 年轻有为的威利表示不用担心 因为他在这个行业的定罪率高达97% 第二天 威利便开始整理有关文件 他认为这个案件已经是板上钉钉 凶手不但被当场捉获 同时还签署了认罪书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只是走个过程 很快就到了法院立行预先听证会的环节 然而这个看似屈服的特得 却在接下来的一番操作后 让现场的所有人都傻了眼 特得上来便提出了放弃聘请律师的权利 在法官好意的提醒下 他依然要坚持自己为自己辩护 更是直接让私人律师滚蛋 法官也只好尊重了他的选择 随后他又再次放出大招 提出了放弃预先听证会 直接进入到审判阶段 尽管威利很是好奇 但他依然是信心满满 因为案件早已成为定局 只是走个过程而已 但晚上的一通电话却让他傻了眼 因为经过警方的分析 他们从现场找到的那把手枪上 根本就没有发现特得的指纹 而更加诡异的是 那把手枪完全就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这一刻威利才意识到 原来这才是特得底气的由来 但威利根本不慌 他认为这只是凶手的诡计 相信枪支依然还在案发现场 第二天 他便同警方过来进行搜索 可除了少了四发子弹外 再无其他线索 凶手手上没有火药残留 衣服上也没发现血迹 除了地上的弹壳外 连个子弹头都未发现 显然警方都被特得给耍了 但自负的威利并不担心 因为还有一张王牌在他的手上 他带着资料找到特得 不但揭穿了他的阴谋 同时还告诉他妻子没死的消息 显然这出乎了特得的预料 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 威利找来的第一位证人 正是特得家的工人 他能够证明从听到枪声到警车赶来前 但特得听后却是一种完全事不关己的态度 更是在庭审现场话起了话 当到了自己向证人提问的环节时 特得却放弃了他的权利 这波操作显然就是个新手 根本就不清楚庭审的流程 紧接着威利找来第二位证人 经过主治医师的分析 他确定妻子是被近距离打中 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就是谋杀 只是因为运气问题 妻子并没有死成 所以现在的谋杀变成了畏随 法官问特得对以上证词是否存在意义时 他却摆出了一副毫不相关的态度 完全认可对方的推断 很快就到了第三位证人 然而当看到罗布的瞬间 特得却突然放下了手中的话笔 当听完罗布讲述完经过后 特得一改往常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这反而让法官提起了兴趣 特得不慌不忙地站起深爱 抛出了一句堪比核弹的消息 此话一出震惊了法官 罗布瞬间羞愧难当 显然他的供词如同废话 恼怒的罗布冲向特得 一下将他扑倒 而这也让陪审团更加相信 特得所讲的都是真的 这一刻 威力才意识到 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老人并不简单 威力手里的那张王牌 也因此被法官认定无效 特得以半珠吃老虎的姿态 成功将整个案件扭转 如此一来 现有的所有证据都将成为废纸 要是再提供不了新的证据 特得也将被无罪释放 而罗布这边并不好过 经此一事后 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为了能够寻找出新的有利证据 罗布将约会的酒店告诉了威力 可这里早被打扫干净 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 酒店拍摄到了特得进出的画面 尽管看到的人都知道是特得 但因为太过模糊 根本就不能作为法庭上的证据 眼看到手的线索又要断了 威力也开始变得焦虑暴躁 如果不能将凶手送进监狱 一定会在他的职业生涯画上五点 随后他又来到特得的公司 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些线索 但没想到一切都在对方的预料中 特得掐着时间打来电话 这却是威力没能想到的 尽管被对方无情地嘲讽一番 但威力并未生气 反而开始对这个老头有了兴趣 可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 警方在别墅依然没有找到手枪的下落 似乎从来没出现过一样 那把消失的手枪又能去哪里呢 威力已经毫无头绪 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特得妻子身上 希望以读书的方式来唤醒他 可坏消息还是如期而至 医生告诉他妻子现在的状况已经是幸运的了 成为植物人就是上天对他最大的眷恋 尽管现在身体所有指标都在恢复 但由于伤到脑部太过严重 妻子根本就不会有奇迹发生 威力再度陷入了绝望 他多么希望妻子只是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便能醒来 晚上 罗布找到了威力 他希望好友能够相信自己 但现在苦于找不到证据 罗布伪造了一份弹道的证明 他想通过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恶人 却遭到了威力的反对 作为一名高傲的律师 他决用这种肮脏的手段来获胜 威力再次来到医院 但看着活灵活现的妻子时 他又产生了一丝的动摇 威力整整做了一夜的思想斗争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律所 随后将女助理偷偷叫来了办公室 尽管威力难以欺口 但他还是希望助手能帮上自己 接着安排他在法庭外等待信号 只要收到短信就将伪证送进法庭 很预料的一样 特德为自己申请了无罪辩护 威力希望能多争取点时间 但特德咬着他们提供不出证据 强迫法官同意他的申请 威力明白 如果今天就这样让他离开 以后就算有了证据也不能再提起公诉 他果断地掏出手机 但就在准备打给小助理时 职业的操守却让他犹豫了 他尝试说服自己 然而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他还是合上了手机 在场的观众一片死寂 法官也只能无奈地宣布无罪 特德被当庭释放 临走前还不忘再次嘲讽威力一番 长盛将军的名号不再属于威力 看着特德走出的背影 罗布却无法原谅自己 忽然一声枪响 当威力赶过去后 却看到了罗布已经饮淡自尽 由于丑闻曝光 罗布妻离子散 不仅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还没能将凶手绳之以法 而特德这时也刚好走出 看到他脸上露出的笑容 威力也后悔莫及 如果听从罗布的安排 结局或许就不是这样 特德也被警察送回了家中 但他的计划并没有结束 现在唯一的隐患便是妻子 他来到医院找到医生 签署了一份放弃治疗的文件 只要医生拔掉管子 自己的秘密就再也没人知道 威力想要阻止 但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作为丈夫 特德在法律上是有决定权的 为此 威力找到了法官 申请了一份限制令 他要为自己和特德妻子争取一次机会 然而医生这边却已经开始最后的护理 在经过最终的确认后 他们移除了所有的插管 当威力赶到医院已经为时已晚 看到仪器上的直线后 威力彻底陷入了崩溃 明明凶手就在眼前 自己却无能为力 一直高傲的他 此刻感到了空前的绝望 为此 威力也辞去了律师的工作 变得沉默消极 甚至连上司抛来的橄榄枝也没了兴趣 威力不知道学习法律到底为了什么 他将自己长时间关在房间 但始终都没有找到线索 直到有一天 他来到警局查阅资料 两人的同款手机被不小心拿错 这不经意的动作却瞬间让他意识到 有可能这正是手枪消失的真相 而这通电话也正是特德打来的 当得知他要去国外后 威力拿着手枪走进了别墅 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原来警方找到的那把手枪 和罗布的是一样的 而特德也早已知道妻子的事情 为此 他偷偷潜入酒店调换了罗布的手枪 杀害妻子的那把武器其实是罗布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特德要求他单独进来谈判 他断定罗布看到妻子的那刻一定会崩溃 特德也就在那时趁机将手枪调换了回去 然后故意制造出想要偷袭的假象 从而让罗布夺下武器 而真正的证据却被罗布带出了现场 当威力讲出自己的推理后 特德却表现得尤为淡定 更是认可了威力的判断 可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已晚 因为法庭上不能一罪二审 也就是说 就算他承认了所有 在法律上都无法再对他进行审判 威力也承认 确实不能以谋杀未遂的罪名提起公诉 但因为特德放弃了对妻子的抢救 从而导致了妻子的死亡 所以他将再次以谋杀罪名重新提起公诉 并且当初警方拿不到的证据 也会在妻子死后从头部取出 特德被再次送上了法庭 而这次无论他聘请多少名律师 都无法再逃脱法律的审判 女人查到丈夫的社交账号经常出现一个女孩 而且对方还显示单身状态 她立马感到了莫名的不安 尽管看上去两人并没有亲密举动 但双方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女人画上精致的妆容 还不忘喷上丈夫最喜欢的香水 等到丈夫下班回家 女人更是一改往日的高冷 她主动地靠近丈夫 没想到丈夫只是敷衍地亲了下她 然后赶忙找了个借口离开 女人感到了莫名的羞辱 然而等到两人都熟睡后 丈夫的手机却突然收到一条信息 丈夫慌忙地关闭了手机 但还是被女人听到了 女人要求检查她的手机 丈夫却认为两人应该相互信任 但无论她怎么解释 女人都不相信会有哪个同事 在凌晨四点发来消息 就在女人要冲过来抢夺手机时 丈夫紧紧把手机抓手里 借女人铁定心要检查 毫不犹豫地将手机摔坏 第二天 女人又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主动向丈夫表示了歉意 为了弥补自己的冲动 她更是提出自己帮她去修手机 丈夫却说她已经使用了很多年 还不如去买个新的 女人见状也只能失落地离开 然而 丈夫也并不像她所说的那么单纯 两人相互的眼神充满了爱意 与此同时 女人偷偷给一栋公司打电话 谎称手机被摔坏 想要调取重要信息 当公司得知是用丈夫的证件办理时 却果断地拒绝了女人的请求 无奈之下女人只能另寻她法 偷偷来参加丈夫的公司聚会 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婆娘 看着台上亲密的两人 女人忍住了冲上去搏斗的念头 然而 二楼的背影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女人悄悄地跟了上去 但这里安静的有些可怕 为了不让房间中的两人发现 她悄无声息地脱掉了脚下的高跟鞋 然后缓缓地靠近 当女人走到门前时 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 不该看的和不该看的都被她看到了 但女人并没有声张 她回到家里不停地哭泣 如果你要以为是她太过懦弱 那就太小看了这位女人 第二天 丈夫和婆娘在工地上偷偷谈项目 她原以为这样快乐的生活 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没想婆娘却提出了结婚的想法 表示不想再继续这样 偷偷摸摸下去 更是强迫丈夫向女人坦白 于是 丈夫硬着头皮找到女人 当她提出暂时分开的想法时 没想到女人却一针见血地 直接捅破了谎言的表面 面对丈夫的谎言 女人也不再伪装 她表明了自己在办公室 目睹了两人的仇事 随后 女人又警告丈夫 如果她执意要背叛自己 自己将向警方 揭发她的财务欺诈行为 这不仅会让她面临坐牢的风险 最终的下场 也只能是人才两空 丈夫没有料到女人早已有所准备 更不可能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让她感到恐惧 丈夫找到了好友 将自己的困惑告诉了她 好友给出了一个主意 建议她可以从女人身边的朋友入手 看看是否能说服对方 随后 丈夫找到了女人的闺蜜 以两人感情破裂为由寻求帮助 然而 闺蜜却告诉她 要让女人离开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女人以前曾有过一个男友 背着她喜欢上了邻居的妹子 最终男友的下场 居然是失足掉下了悬崖 闺蜜怀疑这事情与女人脱不了干系 但这只是她的猜测 随后 丈夫来到当年男友失踪的地方 试图找到拿捏女人的犯罪证据 这样就能摆脱她的束缚 于是 她立马联系了当时的邻居妹子 原来那时他们几个人正在野外露营 而男友却背着女人 带妹子去了小树林 妹子并不确定是否被人发现 但没过多久 她就听到了男友的惨叫声 等妹子赶过来后 男友已经隔屁了 丈夫想知道女人是否与此事有关 女人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了身后 她眼睛里充满了仇恨 但她并没有对丈夫动手 而是一路尾随着她 目睹了丈夫和婆娘一起见家长的一幕 也在此刻 女人终于下定了决心 等到丈夫回到家后 女人再次威胁要报警 逼迫她必须与婆娘分手 然而当婆娘接电话时 丈夫却不知如何开口 犹豫了许久都依旧没能开口 因为她认为这样对两人都太不恭敌 还没等她狡辩 女人直接将丈夫赶出了家门 面对即将可能净身出户的情况 丈夫露出了杀意 她将车子停在女人夜跑的必经之路上 当看到女人经过时 丈夫毫不犹豫地启动了汽车 眼神坚定 一脚由门撞了过去 女人被瞬间撞倒在地 但没想到她竟然没有立刻死去 为了已决后患 丈夫决定补刀 挂上道挡 对女人进行了二次碾压 当她确保妻子已经失去了生命时 她才终于满意地离开 接着 为了给自己制造出不在场的证据 丈夫回到公司 假装加班到很晚 故意让职业般的清洁员工看到 然后她心安理得地回到家中 冲了个凉水澡 试图净化掉满身的罪恶 随后她又为自己倒上一杯酒 然而 就在她以为一切已经结束时 突然听到了妻子的声音 她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看着眼前活灵活现的女人 丈夫瞬间被吓傻了眼 她的身体颤抖着 久久未能说出一个字 当得知女人换了一条新的路线时 丈夫才意识到自己杀错了人 但女人对这一切全然不知情 还以为丈夫是已经回心转意 第二天 她甚至将自己的奔驰车给了丈夫 不料当女人独自驾车上班时 却看到警察已经封锁了道路 得知昨晚有人肇事逃逸后 女人却还没有意识到 对方只是个替死鬼 还单纯地以为只是一场车祸 但当她来到洗车店后 发现卡里的余额竟然被清空了 女人气愤地找到店员质问 但被告知昨晚有人使用了这张卡 她回到家中 拿来了当晚洗车的录像 惊讶地发现 画面中的那辆白色面包车 与警方在通报中的一致 看着丈夫一直回避她的目光 女人终于明白了一切 她没有想到 丈夫的心肠居然如此歹毒 好在这时 儿子突然上来 女人抓住机会逃了出去 丈夫此刻也陷入了深深的恐慌 她担心被妻子报警 但没想到到了晚上 女人却约她来餐厅见面 她拿着把柄威胁她 要求她与婆娘断绝关系 甚至逼迫她必须杀掉婆娘 因为一旦对方还活着 就始终对女人是个威胁 更是抛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年轻时 她看到男友背叛了自己 于是趁着男友在悬崖边抽烟时 悄悄来到对方的身后 为了报复出轨的男友 她残忍地将对方推下了悬崖 然后 她慌张地跑回教室 在音乐结束前的最后一秒 假装自己从未离开过 而值班的老师也证实了她的不在场 女人之所以告诉丈夫这个秘密 是为了证明自己深爱着她 只要丈夫能杀掉婆娘 那么彼此间就都握住了对方的把柄 两人将至死不渝地相伴终生 面对这个恐怖的妻子 丈夫也只能无奈地答应 为了给丈夫制造不在场的证据 两人来到一家高档餐厅 丈夫趁机从二楼跳下 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婆娘家门口 但婆娘这时正为丈夫 失联数天而生闷气 压根不想搭理丈夫 却没想到丈夫静一下砸碎了玻璃门 制造出入室抢劫的假象 可当她听着婆娘惹人心疼的哀求声时 丈夫又心软了 与此同时 女人用丈夫的手机 给婆娘发送了一条分手的短信 随后等服务员上门送餐时 以拿小费为由 让服务员稍等一会 接着来到洗手间 放出提前录制好的声音 让服务员误以为 女人的丈夫正在洗澡 制造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这原本天衣无缝的计划 丈夫却中途又掉了链子 当丈夫打开洗手间的房门时 竟看到了满身是血的女人 出现在婆娘家 而婆娘已经隔屁了 丈夫惊魂未定 强迫自己接受现实 很快 警方接到了婆娘邻居的报警 屋内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 但他们还是调查出了 婆娘和丈夫的关系 然而 当警方过来询问时 女人主动说出他们已经分手 并且提供了完全不在场证明 警方也只好离开 将婆娘列为了失踪案件 还在婆娘家附近 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可找了许久都一无所获 这时小镇上正好在举办沟火晚会 丈夫和好友向着湖中心滑去点火 面对湖对岸的警察 丈夫表现得极其慌张 当他用掉了最后一根火柴后 才点燃了湖中心的篝火 听着警犬不停地狂吠 警长开始察觉到异常 但说不出哪里不对 看着小镇上的市民欢声笑语 最终警长也只好无奈地离开 然而没有人知道 在篝火的下面 竟然藏着婆娘的尸体 这个秘密也将随着火焰的熄灭而被埋葬 因为骨头在1200度的高温下 会被烧得一块都不剩 很快 女人卖掉了房子 决定带着丈夫孩子搬到别处重新开始生活 众所周知 是缅北的电诈猖狂 但韩国的电信诈骗一定会刷新你的三观 在了解完这个故事后 你会对专业的骗局有更深刻的认知 这个诈骗团伙每天纯收入都有几百亿 但是这次他们使到临头了 因为骗了一个工地上的农民工 他是曾经的特种兵王 退役后又加入缉毒警工作了数年 后来他因为逮了韩国财阀 被炒鱿鱼了 所以才来到工地上搬砖 这位农民工叫徐俊 平时老是本分 与妻子一起努力工作 忙活了大半辈子终于攒够钱准备买房 然而有一天 一个小伙子出现在工地上 放了一个信号屏蔽器 还故意损坏了架子 导致一个工人掉了下去 信号带着安全绳 徐俊急忙爬过去救他 其他工人们开始打电话联系老板 可刚说工地出事了 信号突然就断了 与此同时 在一家饭店里 徐俊的妻子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妻子对此半信半疑 表示要先核实一下 挂完之后他立马联系徐俊 不料徐俊的手机真的一直打不通 于是他急忙联系徐俊的老板 这回妻子害怕了 开始相信徐俊真的摊上市了 正当他要去警局时 又有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对方说完直接就挂掉了电话 这下妻子是彻底相信了 起身赶紧去警局 可还没出门 再次打来了一通电话 对方声称是徐俊公司给找来的律师 而且很着急地说 现在让妻子自己选择 要么让徐俊坐牢 要么就是和解 如果想要和解的话 现在就需要七千万 徐俊就能马上放出来 也不会留下任何案底 妻子如今关心 则乱脑子一片空白 连忙用电脑把钱赚了过去 可工地的实际情况却是 徐俊把那个工人救了上来 老板也赶来了这里 看到情况并不是听到的那样 这才如是重负 然而他们没有察觉到 此时所有工人的家属 都以刚刚徐俊妻子被骗的方式 给骗走了家里全部的积蓄 完事后 工地的信号屏蔽器也被人拿走了 徐俊这时手机才有了信号 发现妻子打来了无数通电话 连忙打了回去 妻子询问她是否已经从警局出来了 徐俊听完满脸问号 什么警局啊 妻子又问是否认识一个 叫金颜秀的律师 徐俊表示不认识 妻子这才意识到被骗了 她匆忙去银行拦截 但为时已晚 因为被骗走的钱 已经被骗子分批取走了 失去辛苦挣来的积蓄后 妻子悲伤地坐在地上 之后她再回去的路上 那个骗子竟又打来了电话 没多久妻子被送进医院 因为车祸 她成了职务人 徐俊坐在病床前看着 突然老板打来到了电话 一直在向她道歉 认为是自己不好 让全体员工被骗 所有人没了的钱加起来有30亿 没等徐俊回应 老板语重心长地和她道了别 徐俊察觉老板状态不对 担心她想不开 连忙赶到工地 但老板已经自杀了 很多被骗的人都来到警局里 可警方表示现在根本追不回来 因为那些钱权被转移到了国外 他们也无可奈何 在老板的葬礼上 一些员工开始大闹 认为自己一辈子的继续全都被骗 全都是因为老板给他们家属说工地出事了 不然家属也不会关心则乱 听信骗子的鬼话 徐俊想制止他们 可有人拉着他说 你警察是吗 你还要杀手吗 我就是杀一股杀的人家 我和你 你带来的警察就杀了 随后徐俊找到老板的秘书 从他这了解到 老板之前接到了一个保险公司的电话 他将员工的信息提供给了这个保险公司 可徐俊调查后发现 这个保险公司是假的 他突然想起 工地曾出现过一个纹身小伙 他并不是工地的员工 凭借有过几年的基督警察经验 徐俊靠线索追踪到了这名小伙 此时这小伙找了好多个外国人 准备把他们卖到国外去做诈骗 但在出国的路上 徐俊硬和拦截了小伙的车辆 二话不说 钻车里把小伙暴揍了一顿 成功让小伙松口 他表示自己只是个小跟班 他的上级叫朴市长 随后徐俊把小伙送到警局里 想让局长把普市长抓起来 然而局长说普市长只是韩国的代理人 真正的头目叫出声 现在不在韩国 局长还劝徐俊不要管这件事 但徐俊无法做事不管 他只想把钱追回来 将诈骗团伙一网打尽 于是他制定了一个详尽的计划 首先就是找一名电脑高手 以前徐俊当警察时 经常寻求对方的帮助 很快两人通过普市长的手机号 查出了具体位置 两人马不停蹄来到普市长 在韩国的诈骗窝点 但徐俊发现 警方也出动了 似乎也打算抓捕普市长 但徐俊清楚 要摧毁整个诈骗组织 只能加入他们内部 他直接前往普市长的办公室 谎称自己是纹身小伙的朋友 为了获取信任 他表明外边的人是条子 普市长的手下连忙跑去检查 果然在这家伙身上找到了监听器 普市长立马让众人毁灭证据 此时警察也冲了进来 徐俊与普市长一同逃离 眼看就要被追上 徐俊让普市长从楼上先滑下去 接着他把追来的警察全给放倒了 然后他也顺着绳子滑了下去 结果在逃走时又遇到了警察 徐俊毫不犹豫帮普市长拦住了他们 此时局长一把扯掉了徐俊的口罩 看到他的脸后直接猛了 趁对方没反应过来 徐俊赶紧逃离了这里 坐上了普市长的车 并表示自己在国内混不下去了 普市长看他救了自己 便给了他一张明天 让他去国外的电诈组织总部 自己会提前给那边打声招呼 随后就让徐俊下了车 完事后徐俊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 把普市长的车辆信息告知了警方 然后回到医院 把婚戒放进了植物人妻子的手里后 起身前往国外找那个组织 势必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很快徐俊来到了国外 拿着明天来到了普市长说的地方 并找了街头人 结果他们把徐俊抓了起来 还查看了他的身份信息 其实这些信息都是伪造的 好在他们并没有发现 接着他们把徐俊的头蒙上袋子 将他带到了一个地方 这里聚集着许多新人 他们要么是在韩国生活不下去 要么是被通缉 所以来这里想要挣大钱 徐俊跟着街头人来到了一个 有几百号人的大厅里 此时他们正在上课 给自己加油打气 随后街头人给徐俊安排了地方 把他交给了几个老员工 他们一般都是四人一组 每组人都会分到几百个目标手机号 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给这些人打电话 如果有人上当 那么四人就会互相配合 有演检察官的 有演警察和银行工作人员的 没意会 几人就骗到了一个小年轻 但他们都和对方说过话 几人就让徐俊演银行工作人员 只需引导对方把钱转过来就行 就在徐俊报收款账号时 他故意拔掉了电话网线 而在第二层的监管部门 立马监听到不对劲 因为每部电话都有人在监听 很快保安部的人就找了过来 质问徐俊为何挂断电话 突然有人看到是网线掉了 保安这才放过了徐俊 之后在吃饭时 徐俊了解到 这里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份工作 他们不是被强迫过来的 因为只要骗到了人 就会有提成 当然也有些业绩差的 他们会经常挨揍 徐俊故意套近乎 从几人这里得到了消息 原来诈骗头目出生在企划部 那里工作的人 全都是高智商高学历 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编辑话术 然后把话术传递给下边打电话执行 这天 出生来到了这里 让一个人跪在地上 理由是业绩不好 还一心想要逃跑 接着让保安部的人 把这家伙修理了一顿 活生生把腿打断 此时在韩国 警方抓到了普市长 从他这里获取到了出生的信息 警方决定出国抓捕出生 而徐俊现在已经知道出生是谁 并摸清了诈骗团伙的运作方式 他发现 这群人会花高价购买国内的一些个人信息 比如大企业的应聘者资料 招投标人员的信息等 他们利用这些人的心理 来制定一套专业的骗术 晚上 徐俊潜入出生的办公室 使用他的电脑给黑客朋友发邮件 让他带警察前来这个地方抓人 然而他还没有意识到 保安部的人已经发觉徐俊失踪了 他们迅速封锁了整个大楼 徐俊不得不躲进通风管道 然后悄然地从管道钻进卫生间 保安部的人很快就找到这里 徐俊假装这段时间一直在上厕所 但他们还是把徐俊抓了起来 关进了禁闭室 与此同时 大厅里正在进行几场大规模的诈骗 因为出生通过渠道 购买了一家大企业的面试名单 上面列有最近应聘人员的个人信息 他们专门编辑了一套话术 挨个给这些应聘者打去电话 说他们通过了应聘 但现在需要缴纳保证金 那些应聘者沉浸在被大公司选中的喜悦中 完全没有意识到被骗 纷纷缴纳了保证金 徐俊此时还被关在禁闭室里 他心急如焚 突然外边来了个小伙 他是被强行抓来的 由于做不出业绩 被安排在这里打扫卫生 小伙把徐俊放了出来 随后徐俊直接来到电力控制室 破坏了所有的电闸 完事后前往出生的办公室 偷走了出生的手机 出生很快就察觉不对劲 保安部的人也发现徐俊已经逃离禁闭室 开始全面搜索 他们甚至开始转移阵地 此时徐俊躲在大厅里 但里边的人还是发现了他 徐俊连忙夺门而逃 将众人反锁在里边 接着来到电梯井里 但保安部的人还是追了上岸 试图在这里劫徐俊 可徐俊以前是特种兵和缉毒警 哪有那么好对付 徐俊凭借敏捷的身手 逃过了层层抓捕 最终爬到了顶楼 立马拿出手机发信息 因为刚才在屋里没有信号 但很快那些人就追了上岸 好在徐俊已经把这里的详细地址发了出去 因为徐俊之前发了大概位置 韩国警察都追到了这边 但不知道这个诈骗窝点的具体位置 直到局长收到了徐俊刚刚发的短信 里面是位置坐标 立马起身前往 而此时在诈骗窝点里 徐俊被抓了起来 出生也查到了他的真实信息 并找到了他家人的信息 扬言要把徐俊一家全部嘎掉 徐俊开始狂飙演技 装出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 出生等人还不知道 此时警察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 就在出生要送徐俊见太奶时 突然被外边的骚乱声吓了一跳 徐俊也不演了 直接正脱了绳索 出生见状连忙逃跑 刚准备从顶楼跳下去 就被徐俊抓住 两人随即在顶楼打了起来 可出生又怎么可能是对手 很快就败下阵来 枪还被徐俊抢走 看着枪口对着自己脑门 出生都要吓尿了 不停求饶 很快局长就找了过来 正式逮捕了出生 不久后 那些被骗的农民工 全都收到了一笔钱 是他们被骗走的钱 而徐俊因为铲除了这个电诈组织 领导们让他又回归了警队 从此专门铲除那些电信诈骗 在深夜的公交车上 打扮暴露的女孩 跟踪着一名男子下车 他心怀不轨地走在对方前面 突然回头质问 对方为什么一直跟着自己 男子感到莫名其妙 不想与士族少女有任何关系 然而女孩步步紧逼 想从这个看似好说话的男人 那得到一些钱 他一上来不是威胁就是勾引 男子的言辞 也从温和逐渐变得刻薄 随后在女孩 气急败坏的辱骂声中 不耐烦地离开了 谁料冤家路窄 几天后两人再次意外相遇 可以看出女孩这几天没有回家 依然穿着同样的衣服 他能感觉到女孩已经走投无路 否则他不会堕落至此 当女孩向他借十块钱买饭时 他直接将女孩带回了家 起初 他只是想帮帮可怜人而已 然而女孩接下来的行动 却深深地打动了他 亨利的家很简朴 狭小的空间里只有一个沙发 他为女孩准备了食物 但刚吃完 他却试图伸手触碰女孩的大腿 女孩立刻抓住了他的手 表示这种行为是另外的价钱 可亨利并没有这些歪心思 他只是注意到女孩身上触目惊心的伤痕 女孩觉得亨利是在装成证人君子 用轻蔑的语气让他别演了 然而亨利并没有生气 将他带到卫生间 为他处理伤口 最后递给他一块干净的毛巾 告诉他可以在这洗个澡 甚至把自己唯一的床让给了女孩 自己则睡在地板上 女孩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感受到自己原本冰冷的世界 因他而稍稍变得温暖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么温柔的一个男子 内心隐藏着可怕的过去 他小时候从未见过父亲 只有母亲和外公陪伴 外公和母亲每晚都在一起 这样的日子过了不知多久 母亲服药自尽了 亨利长大后才明白 外公对母亲做了什么 但外公如今已经成了精神病 亨利只要想到自己的出身 和默默保护自己的母亲 他都会无法自控地哭泣 在这种压抑和扭曲的精神环境下 他的性格逐渐变得内向和忧郁 甚至为了不与任何人建立感情 身为教师职业的他 经常换学校工作 他今天来到了一所排名垫底的学校 这里的学生不服管教 就碍于老师对抗 甚至连校长也无法应对 亨利一来立马遭到学生们的辱骂 女孩被男学生的话戳中痛点 因为肥胖是他最自卑的事情 亨利直接把这个男学生请出教室 不料他的好兄弟要为他出头 亨利平淡的语气中 蕴含着学生们不曾见过的力量 课堂竟奇迹般地安静了下来 亨利让他们自己为自己写葬礼致词 他想用这种特殊的方式 让学生们审视过去 从而真正明白人生的意义和追求 课后 胖女孩问亨利为什么帮助他 亨利说因为这是他身为老师的职责 但胖女孩显然不相信这就是全部 他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亨利似乎感觉到了某些东西 但他不愿意深究 毕竟一个月后他将离开 踏上孤独之旅 下班回家后 亨利突然发现女孩带了客人回了家 他大发雷霆地赶走了对方 要求女孩换床单 吃阻断药 然后 他严肃地教训女孩不应该不自重 但意识到自己过于干涉时 他又改口说至少别在他家里这样 亨利的话深深地烙印在女孩的心中 他知道亨利是真心为他好 特别是看到亨利仍然自愿地睡在地板上时 他的感动无法言表 于是 他用好奇的语气问亨利 那天晚上在公交车上为什么哭了 亨利没有回答 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悲伤 他不愿意和任何人提起他的痛苦过去 那些痛苦在他心中逐渐膨胀 将他拖入深渊 这天 一个男孩救了一只小猫 可以转身 却露出了裤兜里的榔头 他把小猫放进袋子里 疯狂捶打 天使和恶魔转换得如此迅速 这让亨利很是不解 直到男孩说 自己童年生活太过憋屈 只是想找一个方式来宣泄时 亨利彻底沉默了 因为他也同样生活在黑暗童年的禁锢中 不同的是 他一直在凭借心中仅存的善意来压制邪恶 随后他在课堂上 朗读了学生们自己写给自己的葬礼致词 平时调皮捣蛋的学生们 在文字中流露出内心的伤痛 原来 每个人都有着无法释怀的一面 每个人都在内心深处挣扎 在这一刻 整个班级仿佛凝聚成了一股绳 绳子的另一端被亨利牢牢抓在手中 从那一天开始 学生们努力学习和听讲 因为他们意识到只有勇往之前 才能逐渐解脱内心的痛苦 这正是亨利想要教给他们的道理 那位胖胖的女孩 用画笔记录下了亨利的每一个瞬间 亨利成为了她灰暗人生中的一束光 她从小到大因为肥胖 一直饱受同学们欺凌 导致内心世界扭曲 摄影和绘画风格变得迥异 亲生父亲便一次次辱骂她 于是 在巨大的反差对比下 胖女孩对亨利的喜爱不断加深 而同时 学校的女老师也对亨利心生好感 可无论女老师多么优秀和主动 亨利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因为她自认为自己是肮脏变态的产物 回到家后 亨利发现女孩竟然为她准备了烛光晚餐 然而 她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感动 而是生气 她明确地告诉女孩 别妄想他们之间会产生感情 可说着说着 她再次心软了 温柔地向女孩表示感谢 这也再次给了她希望 于是 女孩一大早就为亨利准备了早餐 听话地配合她去医院做检查 然后缠着她去逛街购物 她用自己全部积蓄 买了一枚戒指送给亨利 累了就依偎在亨利肩上小睡 在这个充满尔虞我诈的世界里 只有亨利能给她安全感 这次 亨利没有将她推开 她冰冷的心仿佛有了一丝松动 两人的关系在交往中逐渐升温 女孩也逐渐了解了一些亨利的过去 某一天 外公突然病重 亨利来送她最后一程 外公看着亨利 仿佛又看到了已故的女儿 她恨不得亲手解决这个恶魔 但她又明白外公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的亲人 只能强忍怒火 甚至她以母亲的口吻询问 外公带着亮姐离开了 亨利的孤独又加深了一层 好在女孩始终陪伴在她身旁 默默抚慰着她内心的创伤 几天后 胖女孩鼓起勇气向亨利表白 亨利轻轻地扶着她的肩膀 她明白女孩只是在寻找心灵的寄托 然而女老师恰好赶到 胖女孩慌忙逃走 亨利不放心地追了出去 却被女老师误会她有不良企图 这压垮了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亨利多年积压的负面情绪终于爆发 她红着眼睛离开了教室 没有人真正理解和认同她 她越发坚信之前的决定是正确的 像她这样的怪物注定会孤独一生 任何接近她的人都会变得不幸和痛苦 于是第二天 她为女孩准备了早餐 告诉她已经通知福利院的人 从今天开始 他们将再次成为陌生人 面对女孩的真情流露 亨利还是无情地打开了门 亨利孤独地靠在门上 随后默默关上门 狭小的房间再次恢复了空荡荡的状态 空气中弥漫着痛苦和悲伤 她尝试恢复过去的状态 却发现换来的是更大的伤痛 于是 她选择再次隔绝自己和世界 默默舔是无法愈合的伤口 亨利离开那天 同学们都非常不舍 而亨利面带淡然的笑容 淡望着镜子中的自己 双眼却充满忧愁 随后她在校园里遇到了 许久未见的胖女孩 她今天特意化了精致的妆容 摆了一桌她亲手为亨利准备的糕点 唯独为自己留了一个黑色的枯桑脸 她在里面放了大量的毒药 决定在最心爱的男人面前 告别这糟糕的人事 一阵寒暄和告别后 女孩当着亨利的面 吃下了黑色的糕点 看着她痛苦的模样 亨利发疯般地上前抢救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孩消失 这一刻 她的声音止不住颤抖 女老师用复杂的眼神看着亨利 但亨利说自己现在只剩下一个冰冷的区桥 至于灵魂被丢在哪里 她自己也不知道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亨利再次出现在女孩的视线中 女孩的眼中闪烁着夺目的泪花 然后毫不犹豫地投入亨利的怀抱 亨利紧紧地搂住她 她终于决定彻底地向她敞开心扉 可她的内心依旧充满了悲伤 因为她收到了医院的通知 女孩因工作而染了病 阳光如此灿烂温暖 但在亨利内心 没有一束光能照进来 就像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家家谬所说的 我的灵魂与我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 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 亨利在孤独和毁灭中寻求超脱 在治愈和被治愈中感受绝望 孤独是她人生的底色 但她仍然在等待那束独特的光芒 29岁年轻小伙 竟然对69岁老奶奶实施侵犯 年龄相差整整40岁 当老奶奶报案时 警察却纷纷嘲笑 完全不相信老奶奶的话 世人的目光 证据的不足 恶人的恐吓 孤立无援的老奶奶又该何去何从 在69岁这个阶段 老奶奶本该儿孙满堂 但她的丈夫早逝 女儿与她性格不合 年迈的奶奶只能独自生活 不敢去打扰女儿的生活 然而 与其他老太太不同的是 奶奶每天打扮时髦 经常会锻炼身体 看上去年轻的像个小姑娘 可在最近 奶奶的肩膀有点不自在 于是她决定去熟人推荐的医院护理一下 护理师是一位年轻小伙 一上来就疯狂赞美奶奶的身材 但随着时间推移 她的言语和行为变得越来越放肆 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人 奶奶试图回避 但噩梦仍然发生了 奶奶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遭遇 久久无法平静 她无法相信这种事情 居然会发生在年近70岁的自己身上 起初 她因为自己高龄还遭遇侵犯而感到难以启齿 不好意思说出来 选择了隐忍 但在每个晚上 当她一旦闭上眼睛 脑海中都是那天的噩梦 内心的压抑使她备受折磨 她决定向好朋友倾诉 好朋友认为奶奶作为受害者 不应该让恶人逍遥法外 而且勇敢站出来 逼法追究对方的责任 于是 在朋友不停地鼓励下 奶奶来到了警局报案 然而 现实却充满了曲折 在长时间的排队后 由于没有提前写起诉书 她被告知必须先写起诉书 然后重新排队 好不容易终于轮到奶奶时 警察听完她描述的事情经过后 由于她的年龄和年轻人的年龄相差40岁 警察们纷纷笑出了声 认为她是来警局开玩笑 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得按照规矩来查案 警方开始进行了调查 发现这位年轻人是医院公认的好同事 备受大家的好评 而且家里还有一位怀孕的未婚妻 当面对老奶奶的指认时 年轻人毫不慌张 有嘴滑舌地推翻奶奶供词 声称和奶奶相识已久 自己的工作都是奶奶特意引荐的 而且在那天明明和奶奶是你情我愿 直接倒打了奶奶一耙 老奶奶被气得头皮发麻 坚称她之前根本不认识这位年轻人 并且解释自己之所以会去那家医院护理 是通过一个护工推荐的 不仅如此 她还出示了当天穿的贴身衣物 虽然上面确实有残留物 但这依然无法证明奶奶是被迫的 毕竟这种案件 被迫和主动不好界定 或许警察是为了找到突破口 不断向奶奶询问当时的细节 具体是怎么开始 中途花了多久 然后又怎么结束 难以启齿的回忆不停刺激着奶奶大忙 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看似是在帮忙 实际上是对受害者二次侵犯 与此同时警方通过调查 发现了一些和奶奶供词不一致的地方 奶奶口中的护工根本不存在 更雪上加霜的是 年轻人也没有被拘留 第二天仍然正常上班 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两人的陈述相互矛盾 案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莫非老奶奶是年纪大计错了 警方随即找到了老奶奶的好朋友 嘱咐她有空的话 带奶奶去医院做一下检查 看是否患有老年痴呆 朋友听警察这么一说 这才回忆起奶奶最近有奇怪举动 比如穿不同颜色的袜子 时髦的有点超前 而且警方他们在超市监控里 发现奶奶曾经和年轻人 一起在超市对话的画面 可奶奶一直坚称她从未见过那个年轻人 第二天警方打来了电话 告知他们法院驳回了上诉请求的消息 理由竟然是年轻人不可能侵犯老年人 更难受的是 奶奶仍然受到那天的噩梦的折磨 变得异常敏感 甚至被在游泳池里被小孩不小心碰了一下 她都会吓得魂不守舍 她的朋友看着日渐消沉的奶奶 既心疼又无奈 决定带奶奶追求公道 她找到了那位年轻人 试图劝说她自首 但年轻人对奶奶的惨状完全不在乎 表示坚决不会自首 这把朋友气坏了 和年轻人引发了激烈的争执 结果不幸出了车祸住进医院 朋友的儿子是位律师 本可以协助奶奶上诉 但他没有伸出援手 反而让父亲不要多管闲事 让老奶奶赶紧放弃 丢死人了 奶奶感到无法理解 为什么在一些旁观者眼里 错的居然是受害者 在这一切的背后 警方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如今好朋友也因为他受伤 为了不再连累朋友 奶奶从他家里搬了出去 随后重操就业 当起了护工 以维持自己的生计 尽管面对世俗的冷漠 他没有低头 为此他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医院 试图从同事那里 获取有关那位护工的信息 因为他不明白 为何警察之前调查说查无此人 然而通过同事他才了解到 医院是把那个护工隐瞒了下来 因为他没有从业资格证 当初聘用他 就是为了减少开支 害怕受到处罚 而且奶奶也确实记错了 推荐他去护理的不是那个护工 正是他眼前的同事 老奶奶连忙请求同事作证人 可是那家医院院长是同事亲戚 他并不愿意为了奶奶大意灭亲 奶奶失落地转身离去 就在这时 他的丝巾被封刮掉了 同事捡起来叫了住他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让他想起了 之前在超市 年轻人帮他捡了丝巾 他出于礼貌打血 所以监控里两人看上去 就像两人认识一样 回到家后 警察居然上门主动帮忙 希望奶奶可以和年轻人当面对质 但奶奶清楚 没有证人一切都是虚的 而且一直以来 人都是有先入为主的思想 结果怎么折腾都是一样的 接着 老奶奶对警察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警察无言以对 事后 朋友再次找到奶奶 鼓励她不要放弃 表示会陪她一同对抗 让奶奶别再漂泊跟她回家 奶奶不愿意拖累 毅然决然拒绝了朋友 但她明白朋友说的是对的 她不能轻易放弃 于是 奶奶拿出了起诉书 准备继续追求公道 第二天 奶奶找到了年轻人的未婚妻 想向她揭露年轻人的罪行 让她认清渣男的真面目 可当她看到未婚妻大着个肚子 还有未婚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奶奶心软了 不忍心让单纯的未婚妻面对现实 默默转身离开 再回去的路上 奶奶没拦到出租车 反而遇到了回家的年轻人 这是两人在那之后的第一次见面 她立马猜到奶奶去了她家里 不停辱骂恐吓奶奶 如今的这副嘴脸 和世人面前的暖男大相径庭 而奶奶作为受害者 只是站在她面前 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让她原形毕露 她一把抢过奶奶的背包 把东西都倒了出来 不停翻找里面的起诉书想要毁掉 奶奶表示里面并没有识 她试图搜奶奶身 就在这时 年轻人的手机铃声响起 她神色慌张 如果让她岳父知道她的恶行 一定不会让未婚妻生下孩子 她一直梦想的孩子就没有了 这个家只会支离破碎 年轻人感到一阵后怕 把错拳推到了奶奶身上 还说自己明明给了她快乐 奶奶忍不住说她是出声 这下彻底激怒了年轻人 她质问奶奶是不是想毁了自己的人生 奶奶嗤之以鼻 表示人生哪有那么容易毁掉 她要让年轻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无法解脱 年轻人面不猙獰 对奶奶破口大骂 接着一把将奶奶推倒在马路上 开车离去 奶奶艰难地爬起身 收拾地上的物品 看着日记本里放着的女儿照片 陷入了沉思 在回家路上 奶奶想起一位好心人的忠告 趁如今还清醒没有痴呆 多去看看自己的亲人 于是 奶奶鼓足勇气来找女儿 对女儿露出笑容 可眼前的人正在打电话 没有注意到自己 她失落地按了一下钢琴键 女儿顺着声音看过来 两人对视片刻 心寒的是 女儿没有认出自己的母亲 奶奶失落地转身离开 女儿立马叫住了她 正以为是女儿认出她时 不料女儿说的却是欢迎下次光临 奶奶落寞的背影让人心疼 回到家后的奶奶 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对抗世俗对她的恶意 把年轻人的恶性 还有自己遭遇的一切 写在了洁白的纸上 并复印了无数份 然后老奶奶抱着这些纸 一步一步走向医院天台 接着把纸留在上面 让这些纸随风而去 这部影片的结局 施暴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受害者勇于对抗 可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 曾有一组统计数据 但无从考证准确度 仅供大家参考 每十起被侵犯事件中 只有一起主动报案 而每一百起老人被侵犯事件中 只有一位老人会选择报案 这是为什么呢 这部影片中 唯一一位报案的老年受害者 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 报案时 警察问他确定没有老年痴呆吗 在游泳馆 中年女人把他当作话题讨论 都这个年纪了身材还这么好 司机面对老年痴呆的 他破口大骂 不长眼睛 就近棺材去死 就连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 说他这把年纪打扮时髦 完全不像是一直干活的人 最恶心的施暴者还说 都这把年纪了 我侵犯你 是看得起你 整个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固有印象 歧视以及偏见 都是发生被侵犯事件后 对他的二次侵犯 在世俗的眼里 老人是最不具备信吸引力的 常人都会合理化自己的各种行为 即便是情于自省的人 也未必有勇气面对自己最真实的情绪 和最实际的困难 现实中也有许多类似的案件 为什么现在许多人 会为了施暴者找借口 试图洗白让他的犯罪合理化 还把过错强行施加在受害者身上 还有许多人对老年群体的偏见 请记住 他们也是年轻过的 而我们终将老去 希望给彼此多点善意和宽容 男医生解开了女孩的衣服 然而女孩却动弹不得 无助地流下了眼泪 床上晃动一阵后 医生走了出来 换了另一个医生进去 对方猥琐地摘下口罩 再一次对女孩进行了不可描述的伤害 接着院长也要奋一杯羹 他们并不知道 女孩其实亦是清醒 她满含泪水 忍受这三人带给她的屈辱 还记住了这些人的声音 多年过后 这个小镇上新开了一家猪肉店 老板娘不仅长相非常漂亮 而且刀法出其精湛 菜刀随手一丢就把蟑螂钉死在墙上 每天猪肉店还没开门 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一旦老板娘出现 大家纷纷涌上前 一双双眼睛无所顾忌地在她身上游荡 她的脸庞被女娲宠爱 身材也是凹凸有致的 不仅男人喜欢看 连女人都忍不住喊她老婆 一身正气的金警官也不例外 本来只是路过 却对老板娘一见钟情 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之后她隔三差五就来猪肉店里 只为和老板娘探讨人生哲学 然而 一个离奇的杀人案 打破了金警官平静的生活 小镇上一家酒店发现了一具尸体 经过尸检分析 死者生前处于放松状态 动脉是被利器割断的 通过观察伤口 可以得知凶手下手很轻 这非常考验凶手的刀法 而且作案凶器必须非常锋利 凶手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想让猎物活活失血过多而亡 让肉体和精神都备受折磨 金警官开始对案件进行测血 在脑海中重现死者生前的情景 一个恶魔多姿的女人脚踩床上 露出修长的腿 看得男人两眼冒光 随后女人直奔主题拿出绳子 把男人的手和脚都固定住 还给男人戴上了眼罩 男人已经浴火焚烧极不可耐 不料被对方用小腿狠狠压住了脖子 接着对方快速掏出锋利的匕首 依次划破男人四肢的动脉 床上瞬间涌起了鲜红的喷泉 最后 男人痛苦地挣扎着 渐渐没了动静 与此同时 警方在另一间酒店里又发现了一名死者 生前的情景与前一位死者如出一辙 这名死者四肢的动脉也被切断 结合着两起命案 法医得出结论 这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而且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 两名死者都是同一家医院的医生 根据这条线索 金警官很快就锁定了一位嫌疑人 第二名死者的女助理 面对金警官的质疑 女助理却表示 昨晚和对方在客房探讨 什么是快乐星球之后 就离开酒店了 而且后面他们还在手机上聊了会天 由此可见 女助理有不在场证明 并没有作案事件 但金警官也不是一无所获 他从女助理这里得知了一条重要信息 两名死者生前不仅认识 还是关系非常铁的好朋友 还与医院里的另一个人是铁三角 而这个人便是医院的院长 金警官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他推测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很有可能就是院长 然而 手头的线索太少 为了获取更多有效的信息 警方找到了医院里的清洁大妈 请他们吃饭 毕竟大妈是世界公认的最顶尖情报组织 掌握着医院里许多见不得光的信息 由于痴人嘴短 大妈只好悄悄给金警官透露了重要线索 越说越上头 直接爆出了医院最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十年前的一个雨夜 一个女孩不幸遭遇车祸昏迷不醒 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然而这些医生却心存恶念 看到伤者第一时间不是想着救治 而是动了邪念 于是到了晚上 这三个医生聚在一起密谋 偷偷把女孩全身麻醉 后面发生了什么傻子都能猜出来 金警官得知了这个消息 立刻决定从这名女孩入手 警方开始调查医院这几年来 所有接受全身麻醉的女孩 经过多重筛选 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名女孩 原来她是当今顶流演员文姬 金警官传唤了文姬到审讯室 刚靠近文姬 立马从她身上闻到了奇怪的味道 这让金警官想起不久前 她去猪肉店找老板娘买福岛海鲜 刚出门就碰到一个老太太 对方身上的味道直冲金警官脑门 莫非文姬和老太太有什么联系 金警官没有往这方面细想 直奔主题询问文姬十年前在医院的事情 但文姬只是淡淡地说了三个字 不知道 接着便说要请律师 理由竟是她是女明星 不适合抛头露面 而且这是要是闹得人尽皆知对她影响不好 无奈之下 金警官决定从院长这边入手 但院长否认了自己伤害过十年前的女孩 还直接和两名死者划清界限 表示不属 尽管如此 院长的紧张神情 让金警官觉得她在隐瞒什么 但对方这样子也不可能配合自己 只好嘱咐院长最近先居家办公 不要到处溜达 因为凶手很有可能近期就会找上她 可这院长全然把金警官的话当耳边疯 一下班就跑到酒吧里放纵 与美女们左拥右抱 笑容灿烂 金警官感到非常头疼 为了院长的人身安全 只好在酒吧里四处巡逻寻找可疑的线索 然而就在这时 她看到一个戴着面具的女人 从她身边走过 不小心撞到了酒保 身上藏的匕首也因此掉了下来 金警官立刻认出这匕首 符合前两起命案的凶器特征 立即追赶这个女人 但对方动作敏捷 在紧要关头使出一个滑铲 就这样从金警官眼皮底下溜走 无奈之下 金警官开始从凶手遗落的匕首做切入点 前往刀铺请教专家 得知了一条信息 这匕首一般见不到 都是专门用于杀猪 非常锋利 一说到猪 金警官立马联想到了猪肉店的老板娘 按捺不住内心的思念 再次来到了猪肉店 当她看到墙上挂满的刀具 她很难不把凶手和老板娘联想在一起 但没有足够证据 再加上老板娘是她的女神 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等到了第二天 凶手再次袭击院长 不料没有得手 反而被院长伤了大腿 金警官得知消息后 再次来到了猪肉店 正好看到老板娘在一蹶一拐地走 这证实了她之前无意冒出的想法 于是她决定 和老板娘一起吃苹果 两人之间的眼神交流开始变得胶着 最终金警官再也坐不住 将老板娘扑倒在桌上 老板娘拼命反抗 但金警官丝毫不给她喘息的机会 一把扯开她的裙子 发现老板娘的大腿上缠着纱布 这证实了她的想法 老板娘就是良起命案的凶手 然而金警官内心矛盾 因为老板娘是她的女神 她已经深陷在她的温柔箱里 此时 两人的氛围已经暧昧到极点 接着便很自然地探讨起了快乐星球 与此同时 院长被一个黑衣人带走 装进了车里 五花大绑在一个架子上 一个老太太走上前来 院长拼命向她求救 但老太太并不理会 只是身后的黑衣人动手 紧一个眨眼的功夫 黑衣人便用匕首将院长四肢的动脉切断 院长吓得面部扭曲 老太太还拿拐杖戳院长的裆布 然后低声对她说了句话 这正是院长在十年前 对打了麻醉的文姬所说的话 院长还没有反应过来 老太太就扒掉了她的裤子 毅然决然转身离开 接着 一条狼狗冲了进来 对着院长的裆部撕咬 院长惨叫声瞬间充斥着整个棚子 老太太缓缓走了出来 扯下了自己的脸皮 里面竟是一张年轻的脸庞 原来老太太就是文姬 她如释重负 因为她一直努力成为顶级演员 就是为了接近院长 通过辨别声音 她立马就确认出院长是当年伤害她的人 当金警官赶到现场时 院长已经隔屁了 然而这次 法医却表示 凶手是个左撇子 莫非不只有一个凶手 就在金警官疑惑的时候 电视上播放着老人装的文姬 立马认出她就是在猪肉店碰到的老太太 怪不得她身上的味道 和文姬的一模一样 她瞬间明白了文姬就是用这个方法 避开了警方的调查 和老板娘接触 一起合作消灭目标 可文姬如今在他国 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而老板娘昨晚和自己一起 也根本没有作案机会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个凶手 她赶紧和上司汇报 上司却把她当作笑话 嘲讽她没有能力办案 金警官决定自行继续调查 回到猪肉店 竟发现老板娘失踪了 时间紧迫 她必须尽快破案 于是再次传唤文姬 就在交谈的时候 上司打断了金警官 表示领导们要求放了貂蝉 金警官感到失望 因为她深知大家就是为了保住饭碗 不敢招惹文姬 不久后 在另一个小镇发生了一起相似的命案 死者是一个专门将女性 卖给黑帮的中间商 金警官立刻赶到案发现场 终于找到了老板娘 她也不再隐瞒自己的身份 和金警官一决胜负 然而男女力量悬殊 老板娘很快就被金警官撂倒 可此时的金警官身陷爱河 不忍下手 何况她也明白 老板娘所处理的都是恶人 再加上对警局领导的失望 金警官毅然决然选择了离职 与老板娘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 某天 她无意中翻开了老板娘的相册 在里面看到了老板娘的双胞胎妹妹 最终 她明白了为什么第三起命案的凶手是左撇子 而老板娘拥有不在场证明 然而 这一切都已不重要 她已经不再是警察 而且支持老板娘的正义行动 她明白法律不能承接那些有权有势的恶人 只有像屠夫小姐这样的才能替天行道 宣扬正义和自由 就只看了一眼 男人爱上了发小的妹妹 接着男人以上厕所为借口 出来和女神搭讪 但当她接近晒衣服的女神时 她突然假装被飞里的样子 大吉还没来得及反应 发小一脚朝她脸上踢来 大吉被赶了出来 可女神的回眸一笑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 于是在半夜 大吉偷偷折回找到女神 表示自己准备去首尔赚钱 让她准备好嫁衣 一旦有钱了 就踏着七彩祥云回来娶她 女神原以为她是开玩笑 她怎么也没想到 一场一场特殊的赌局 将两人的命运捆在了一起 在这场赌局里 为了防止出老千 所有人都必须脱光衣服 这已经不仅仅是赌钱 更是要赌上性命 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 谁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呢 而男人大吉为何又会和赌扯上关系呢 这还要从大吉小时候说起 他从小就爱赌博 年幼时他赌玩具 长大后就开始赌钱 只要有人和他玩牌 必然都会输得一贫如洗 和女神告别后的大吉来到了首尔 通过表哥的介绍 在赌场成为了一名初牵手 他凭借高超的出老牵手法 让赌客们输得酷衩不胜 为老板创下了卓越的业绩 获得了丰厚的奖金 从此大吉的生活一帆风顺 搬出了破烂的地下室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原本飞黄腾达的人生 会被一个女人毁掉 这个女人是赌场里的常客宇社长 她是为富可敌国的寡妇 大吉的颜值和技术引起了她的注意 一天 宇社长来到大吉家里打牌 在酒精的作用下 宇社长凭借她那淑女的魅力 成功地俘获了小年轻大吉的心 两人从交流排挤 逐渐深入到探讨什么是快乐星球 大吉成为了宇社长的护花使者 可好景不长 赌场濒临破产 老板决定狠狠宰割宇社长 让几位出签手先故意输几局给他 等到宇社长上头之后 在最后一局把赌注压到最高 把宇社长棺材本都赢过来 可一旦失败 那就会使老板彻底破产 然而大吉作为一名纯情战神 无法忍受自己的女人受伤害 因此私下提示宇社长不要再来赌场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赌场都没有宇社长的身影 众人以为他已经卷钱跑路 但就在这一天 老板却让大吉去招呼赌客 而这位赌客竟然就是宇社长 大吉顿时目瞪口呆 但只能按照老板的计划行事 可在最后一局中 局势突然逆转 众人面如死灰 屋子里回荡着宇社长的笑声 很显然 宇社长把赌场的钱全都引走了 大吉瞬间明白 宇社长一直在装成小白鼠 骗了所有人 包括他自己 为了挽救赌场 大吉和表哥找到眼镜书 决定从他这载一笔 因为据说眼镜书的钱非常好骗 尽管大吉信心满满准备开干 眼镜书却说要等他的女人到了才能打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大吉愣在原地 因为这个女人正是她的初恋女神 她看着眼镜书明目张胆地开游 心里五味杂陈 决定将火气都撒在眼镜书身上 眼镜书疯狂地连贵 殊不知 大吉已经陷入了陷阱 就在关键时刻 眼镜书让女神去开窗户 大吉盯着女神的苦茶子挪不开眼 女神察觉后说 女神发觉后说 果然 在接下来的赌局中 局势逆转 大吉不断连贵 输掉了5000亿美元 最终被迫签下了一张巨额欠条 当夜 大吉突然被一群人抓住 不仅被殴打一顿 还遭受了守备车门家变形的酷刑 等大吉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一个昏暗的地下室里 脚被靠住了 而且一侧的肾被取走了 眼镜书嚣张地警告他 如果下个月不还钱 就要取走他的眼角窝 一夜之间 曾经风生水起的大吉跌入了谷底 沦为了吃别人残羹剩饭的可怜人 而就在此时 一个人影向他靠近 竟然是女神 通过女神的告密 大吉才得知自己的狼狈境地 都是由表哥害的 男人偷看女神苦茶子 全然不知表哥趁机出老千 和对手联合坑自己钱 导致自己签下5000亿美金的欠条 还被嘎了一个腰子 要不是女神告诉了他真相 他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愤怒的他要去找表哥算账 女神却阻止了他 表示冲动只会让他失去性命 然后递给他一大袋钱 劝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于是 大吉逃到了偏远小镇 在一个小赌场里 本来以出签为傲的大吉 出签时竟被无名小卒识破 幸运的是 一个大叔及时出现帮他解围 大吉被这位大叔的技术所折服 迫不及待地想拜他为师 还不要脸地直接住进大叔家里 在一次闲聊时 大吉发现大叔竟然是他舅舅的好朋友 而大吉的舅舅是上一代赌神 赌神的好友必定也是高手 于是大吉称大叔为影视高手 想要拜他为师 但大叔言辞拒绝 因为有句古话 影视高手都会因为徒弟而丧命 然而大吉坚决表示 如果大叔死了 自己会为他复仇 在大吉的疯狂话柄下 成功拜了大叔为师 并跟随着师父去各种赌场实地学习 师父教导大吉如何通过观察对方的眼睛 来判断他们的心理 比如看到喜欢的东西时 瞳孔会扩张 反之会缩小 大吉还向师父请教藏牌的技巧 师父回答当然是吃掉了 大吉CPU都烧了 牌那么硬咋吃 师父笑而不打 就在他们回家的时候 大吉偶然看到狼狈的表哥 他愤怒地朝表哥冲了上去 表哥立马认怂把知道的都拖了出来 大吉没有想到 当初老板破产赌场倒闭的原因 竟然是与社长和表哥的策划 而大吉一直被当作替罪羊 尽管大吉充满了愤怒 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心高气傲 而是学会了忍耐 正打算离开 表哥却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 大吉的女神因为帮助了大吉 被卖到了一个赌场 大吉立刻赶去那里寻找女神 然而 那家赌场的小老板与他有过节 因为当初大吉为了保护爷爷 意外刺伤了向爷爷讨债的小老板 小老板一眼就认出了大吉 决定报复大吉 拿起一把刀插在桌子上 表示赢了就能带女神走 但前提是要砍手 输了的话自行砍掉自己的手 在赌局开始时 大吉回想起师父的教导 根据人的瞳孔来判断心理 于是大吉选择不看牌 而是观察女神的瞳孔 她的手指不停扫过一张张牌 当她停在一张牌前 女神的瞳孔立马扩张 大吉心领神会地抽出了这张牌 成功赢得了赌局 接着大吉按照规定拿起刀 女神做好准备闭上了眼睛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 大吉用刀刺穿了自己的手 小老板表示他甩赖 大吉却开始咬文嚼字 表示小老板没有规定赢了要砍谁的手 于是他就砍了自己的手 见小老板不乐意 大吉又把刀用力地往下按 这可把女神心疼坏了 赶紧撕下裙脚给大吉包扎 接着大吉迅速夺走女神的卖身器 把纸烧掉帅气地点起了烟 这嚣张的姿态把小老板气坏了 声称还有50亿的利息没有支付 这时师父走了进来 扔下一百亿表示剩下的不用找了 转身带着大吉和女神离开了赌场 回家后 师父告诉大吉 小老板是当代赌神的孙子 而师父断掉的手 就是赌神砍掉的 师父劝告大吉要戒赌 不然只能祈祷不要碰到赌神 晚上 女神和大吉聊起了往事 他曾经去赌场找哥哥 却被眼镜叔看到起了歪心思 于是眼镜叔给哥哥下套 导致哥哥欠了一屁股债 接着眼镜叔找到女神 表示要想帮哥哥还钱 就去赌场上班抵债 不料眼镜叔偷偷在女神水里下了药 在等女神醒来时 早已没了清白 还被迫成为眼镜叔出老千的工具 大吉听后满怀心疼 表示会一直爱护女神 女神也被大吉的深情所打动 这天两人和师父一起开心地逛街 期待着未来的种种美好 可眼镜叔的打手打破了他们的幻想 对方气势汹汹要带走女神 大吉第一个不同意 让师父和女神先离开 不料一下子就被打手击倒 女神试图扔金砖吓跑对方 结果被对方反手砸晕 危急时刻 师父挺身而出 抱着打手一层从楼上跳下 等到大吉赶到时 师父已经奄奄一息 师父告诉他不要为自己报仇 尽管如此 大吉无法忍受这份屈辱 他再次找到了余社长 让他去诱惑眼镜叔 女人拨弄着他的黑丝长腿 然而面前的眼镜叔 以喜欢鱼香肉丝为由 拒绝了女人的诱惑 开门请女人出去 女人生气地扯他裤腰带 吐槽他是不是异地 眼镜叔自以为防住了女人 殊不知女人目的并不是诱惑他 而是在他身上放追踪器 导致眼镜叔不慎暴露了金库的位置 大吉和他的伙伴们随后来到金库 拿走了一半的钱 而剩下的一半则交给了警察 眼镜叔一夜之间破产了 事后 大吉分了一部分钱给余社长 然后余社长表达了 继续交流排击的意愿 可大吉说自己金盆洗手家有娇妻 拒绝了余社长 占有欲作祟的余社长 露出了匪夷所思的神情 在开车回去的路上 大吉和女神一起商讨去哪里旅游 眼镜叔突然气急败坏地追了上来 双方在马路上互相拉扯 女神展现出了高超的驾驶技巧 成功摆脱了眼镜叔 然而 就在大家松了口气的时候 眼镜叔横冲直撞地开车撞了上来 得逞的他拿走了钱 而原本怀孕的女神因此流产 事后 眼镜叔分了一袋钱给余社长 原来在此之前 余社长极度女神 和眼镜叔联手报复 事成之后 他又摆了眼镜叔一刀 和小老板卷钱跑路 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这次轮到余社长被摆了一刀 等眼镜叔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丢在了垃圾场 他愤怒地堵住了想要跑路的余社长 与此同时 小老板提着骗来的钱找到了赌神 但赌神不受钱财的诱惑 而是用刀划开行李箱 前脚刚发现了大吉提前放的追踪器 后脚大吉就带着出狱的发小找到赌神 眼镜叔也随即赶到了现场 双方目的都是为了争夺那项钱 赌神来了兴致 既然在他的地盘 那就通过打牌的方式 赢的人拿钱走 于是 一群出老千高手聚集在一张桌子前 眼镜叔提出为了防止出老千 大家要坦诚相见 而与社长带来了很多副牌 表示每局要更换一副 赌神则规定出老千的人要废掉手 随后赌局正式开始 所有人都只穿着贴身衣物 几局下来 眼镜叔一直占据着优势 正当大吉一获时 与社长悄悄向他暗示 让他注意眼镜叔的眼镜 看来眼镜叔可以看见牌的正面 接着大吉想起了师父的教诲 老千的眼睛只要想看牌 就一定能看到 果然 他真的看出牌有问题 赌神也早有察觉 直接让手下把与社长脱小黑屋 与社长疯狂解释是眼镜叔让他戴的 可还是被脱了下去 很快小黑屋里传出了惨叫声 而赌桌上也上了新的牌 这时 赌神挑衅地说了句 大吉师父的手就是被他废掉的 当时他师父还吓尿了 听到自己的师父被羞辱 大吉坐不住了 轮到大吉发牌时 他开始出老千 给自己留了一张牌 赌神都看在眼里 接着大吉让女神帮他点烟 手顺势放在了女神臀下 赌神迅速用酒杯扣住大吉的牌 用自己的命和全部身家 赌大吉的牌是对实 眼镜叔也跟着赌上命和所有钱 赌女神苦茶子里有牌 此时 影帝大吉从紧张到神情自若 挑衅赌神说 当年也是这样的招数 导致赌神把自己的手做没了 赌神察觉不对劲 连忙摘下墨镜 才发现大吉长得向上一戴赌神 接着大吉掀开牌 并不是对实 显而易见 赌神输了 然而 眼镜叔坚持要看女神的苦茶子里是否有牌 女神直接把苦茶子丢他面前 眼镜叔拿起仔细观摩 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赢了赌局的大吉 让发小去拿钱 然而 局势迅速恶化 小老板拿枪拦住去路 发小反手就给他来了一枪 而眼镜叔情绪激动破坏了电掌 黑暗中不停响起枪声 等灯再次亮起 眼镜叔已经隔屁 而发小腹部也受了伤 正当大吉三人离开时 发小突然变挂 拿起枪指向大吉和女神 然后单独开车逃跑了 几天后 电视上报道了发小的死讯 女神悲痛地抱着哥哥的骨灰 询问大吉当初那张牌藏在哪里 大吉却说自己吃掉了 随后 他们收到了发小死前寄来的信 接着根据里面的指示 他们找到了一大袋钱 原来发小反水 只是为了在赌神面前演绎出戏 已是与大吉他们划清界限 赌神才不会对他们下手 于是 大吉和女神带着师父和发小的遗愿 决定金盆洗手 过上安稳的生活